抓著水槍噴向路人 又或是大火開心灑水狂歡 然而泰國潑水節才剛落幕 民眾恐怕會希望 接下來能夠一直潑水降溫 UNICEF warns that high temperatures and humidity this month 臺國的四月份高溫高濕當局二十四號對首都曼谷發布極端高溫警報 不只預告會逼近四十度體感溫度甚至恐怕會熱到五十二度 孟加拉更是已經熱浪猛息高溫一度飆到四十三度 不只學校停課民眾也被建議盡量待在家 菲律賓同樣是熱到難以呼吸 危險酷熱指數擴大到二十四個縣市 高溫平均四十二到四十六度 部分地區的學校改採線上授課 2023年有百分之百萬人都被影響了極端高溫暖的活動 在國際上都被負責大到十四十億元 最新研究更顯示去年氣溫創下歷史新高 其中亞洲變暖的速度又特別快 對上今年聲音現象加劇極端酷熱 如何幫地球降溫適應氣候新常態 成為國際最大課題 蔡新文 黃澄宇報導 阿適 阿適 紐 Freddie ί